这次的娱乐圈又多了些小插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咱们来聊聊刘涛的走光事件 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意外 毕竟刘涛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形象良好的女星 但偏偏这一次 她也遇上了走光这种尴尬事 最近 她参加了一场活动 穿着方面似乎有些小瑕疵 结果不慎走光 引发了一番骚动 场面确实有些尴尬 但也不禁让人忍俊不禁 毕竟谁都有失误的时候 接着 咱们再来谈谈蔡依林的尴尬瞬间 蔡依林一直以来 都是个非常努力的艺人 但就像普通人一样 她也会有不顺心的时候 最近 有人拍到了 她在街上摔了衣胶的画面 这一幕被曝光后 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大家纷纷表示 对她的关心和安慰 同时也感慨 明星也有凡人的一面 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刻 刘涛 那位风华绝代的女神 似乎在某次公开活动上 遭遇了一次走光事件 这让网友们炸开了锅 一时间 社交媒体上 疯传着各种照片和视频 试图一窥这位明星的小秘密 这种意外事件总是能让人猝不及防 即使是那些经验丰富的明星也难免偶尔失足 而刘涛的这次走光 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娱乐圈里曾经发生的种种意外 引发了关于隐私保护和公众形象塑造的讨论 与此同时 蔡依林的尴尬瞬间也成为了话题焦点 在一次街头拍摄中 她不慎遭遇了镜头的窥探 这让她的粉丝们心疼不已 近日 一场隆重的时尚盛典吸引了无数目光 其中两位国内知名女星刘涛及刘嘉玲的出席 更是备受瞩目 然而 刘涛在一次精心挑选的晚礼服展示过程中 因群摆过长而导致的意外走光画面 却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刘涛的此次走光事件 无疑对其原本完美无瑕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如此 仍有不少网友表达了对她的理解和包容 认为明星也是普通人 难免会有失误的时刻 与此同时 刘嘉玲在同场活动中的出色表现 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在一个璀璨的盛典上 刘涛和一个男演员正站在台上准备颁奖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小插曲 刘涛的礼服肩带突然松动 像脱缰的野马一样 李群就像瀑布一样滑落 露出了她内衣的一角 这突发的情况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连刘涛身旁的男演员也来不及转移视线 但是 刘涛的反应非常迅速 她双手轻轻覆在胸前 优雅地掩饰了这一瞬间的小尴尬 避免了更大的窘境 尽管刘涛措手不及 面露尴尬与不安 这肯定是她二十多年演艺生涯中最不想回忆的一刻 抹胸裙就像盛开的花朵 可以展现女性的优雅与魅力 不过 这种裙子也是走光世故的高风险服装 曾经 孙飞飞就穿着一件华丽的抹胸礼裙走上红毯 她的出场像是一位优雅的公主 然而 就在这光彩照人的时刻 一场小意外突然发生了 抹胸裙就像盛开的花朵 可以展现女性的优雅与魅力 不过 这种裙子也是走光世故的高风险服装 曾经 孙飞飞就穿着一件华丽的抹胸礼裙走上红毯 她的出场像是一位优雅的公主 然而 就在这光彩照人的时刻 一场小意外突然发生了 由于裙子的裙摆太长 旁边的主持人方玲不慎踩到了裙子 导致李裙突然滑落 孙飞飞的局部风光不慎暴露 这一幕让现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幸好 孙飞飞内搭了一件肉色抹胸 这为她挽回了一些面子 事故发生后 她的经纪人迅速走上前 给她披上了外套 紧紧地保护她 就像在守护一位受伤的公主 尽管尽力控制局面 但摄像机已经捕捉到了这尴尬的一刻 这对孙飞飞的公众形象造成了影响 明星们在聚光灯下闪耀时 往往给人一种神秘而浪漫的印象 然而事实上 她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 明星们虽然光环四射 却同样承受着各种压力和挑战 对于明星来说 每一次登台都是一次巅峰体验 她们穿梭于舞台与红毯之间 接受着观众的欢呼和媒体的关注 镜头闪光灯下的明星们 披着华丽的外衣 仿佛生活无比完美 然而 当光芒散去 她们也会经历各种意外和尴尬的时刻 比如 有时会出现服装不当 表情失控等尴尬场面 这些都会给明星带来极大的压力 她们不得不在公众面前保持完美的形象 这要求她们时刻保持专业和自律 不容有丝毫疏忽 除了职业层面的挑战 明星们也面临着个人的压力 她们也是普通人 同样会遇到工作压力 人际交往等困扰 有时 明星的一言一行 都会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 这无疑增加了她们的生活压力 她们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行 以防止造成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 这种持续的监视和批评 对明星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 正是这些挑战 让明星们更加坚强和成熟 她们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境 并化解她们 明星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通过不断努力和坚持实现的 她们通过自身经历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典范 无论是面对工作的挑战 还是个人生活中的压力 明星们总能以积极的态度勇敢面对 并努力克服困难 从明星们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舞台上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才华 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了坚韧和勇气 她们不仅仅是光芒万丈的明星 更是在生活中传递着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明星们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启示 我们也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策略 有人选择逃避和抱怨 有人选择积极面对和努力奋斗 在我看来 面对挑战 关键是要具备积极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力 困难和压力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 我们不能回避 也不能畏惧 相反 我们应该凭借着对梦想的执着和对自己价值的肯定 积极应对挑战 并不断提升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面对生活挑战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平衡和均衡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使自己更好地应对压力和困难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华 培养积极的心态 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面对挑战并取得成功 最后 面对挑战 我们需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才华和潜力 只要我们肯努力拼搏 充满自信地追逐梦想 就能够超越困难 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光芒时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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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